尊敬的梁炳妇院长 陈经元校长 冯焕豪校长 李金化校长 钟卫芬校长 周佳音女士 傅宝玉女士 东南亚德行教育促进会各国会长 以及所有参与的贵宾 大家下午几下 看到这么多教育界的前辈 真的退而不休 还有这么多爱好传统文化 重视品德教育的知识人人 大家都这么同心协力在努力 一经说到恶人同心 其力断金 有在座诸位其心的努力 相信新加坡 以及我们东南亚几个国家 的传统文化 以及品德教育 都能够 蒸蒸日上 蓬勃发展 当然 我们的努力 也不能超之过急 孔子提醒我们 物欲数 物见小利 欲数 则不达 见小利 则大事不成 所以不能太急 也不能 要看眼前展现一点成果出来 那可能就会做得太表面了 所谓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我们这一次系列活动 都有专家学者 来献身说法 这些重点 安排得非常用心 这真的是 稀有难逢文化的饗宴 所以不能 见小利 也不能求快 这个世敬空老教授 有说到 需要三到五代人 弃而不舍的努力 所以不能着急 首先求快 我们的心就会急躁 我们要把事判好 是我们的心的状态 决定的 而且我们做还要悟本 君子悟本 修身为本 我们在做的过程 不能陷到四项里面去了 还要时时 在我们心地当中 下功夫 所以大学这一句 至天子 以至于庶人 一事皆以 修身为本 因为我们也得总结总结 这一二十年 传统文化 这个推广 弘扬 可贵的在哪 需要调整的在哪 而这些 需要调整的部分 很可能 都是忽略了 要从根本 开始 别方说 要从孝道 这个是根本 而不能只是强调背多少字 去强调一个数量 要展现给人家看 忽略了教育 心才是根本 所以太急了 可能都会做表面文章 到最后 后面的流弊很大 就像我们弘扬者 没有修身为本 最后可能 讲了很多课很有名 但是财色名利没有过关 社会大众 了解这个情况 信心受很大的影响 所以不能急 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 扎好根 做好榜样 把这个接力棒 再传下去 而我们现在所面对 教育的现况 挑战 真的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海 就如春秋里面提到的 臣是君 子是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 不是一天两天行程 己所由来者 见矣 他是渐渐行程的 由变之不早变 没有智慧 分辨 渐渐行程的 错误风气 等到它已经形成了 那再来调整 当然 不容易 那 成德就想 小的时候 成年人在谈话的时候 是谈一个月赚多少钱 我现在想想 这样的风气 就是把力摆得重 很少谈 你这个工作 好好做 可以服务人 可以让人得利益 就像我们从事教学 那假如先重视了 一个月赚多少钱 那要全心全意去爱护孩子 不容易了 把钱摆前面去 重力 就轻易 就轻易 轻易 所以 所以 我们现在 办教育 我们得知道 现在人的病根在哪里 所谓 对症 下药 因财 施教 而我们从事教育 我们老师 都希望 孩子得到 幸福美满的人生 我相信 当父母 老师的 都希望给孩子这样的人生 那我们就要有智慧 能够 从他一生 来考虑 我们要教哪些东西 人无远虑 必有境忧 我们 教育 不能看得这么深远 那可能小学就有很多情况 甚至 幽远 有可能都有情况 我听说幽远 现在 小朋友在谈恋爱 那这个问题大了 或者幽远 就叫竞争 竞争再提升 斗争 那这样的人际关系 怎么可能会好了 我也常跟社会大众交流 我问大家 几个问题 我们有把握 自己 跟孩子 或者我们的学生 不得癌症的 请举手 有把握 自己跟孩子 不得忧郁症的 请举手 这个 十九世纪 最严重的是心脏病 所以有把握 不得癌症 不得心脏病 心脏病 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是癌症 二十一世纪 是忧郁症 而忧郁症是心病 心病要用心药医 你用心发明出来的药物 不能根本治他的心 只是让他强迫他睡觉 这种症状结 很难避免副作用 他药物吃多了 伤肝伤肾 所以古人特别强调 要从根本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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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 心 那有把握自己跟孩子 不离婚的 不离婚的 请举手 我最近听到 一个初中生 说到他们同学 五十多个人 父母没有离婚的 两个同学 而这两个同学 父母在闹外遇 我一听真的 哎呀 这样 这些当父母的人 成年人 在这个情欲当中 你说他不也很痛苦吗 他的下一代 又受到上一代的影响 我自己从事教育工作 在小学里面 都能感觉到 家庭对孩子 心灵的影响 看了也是很心疼 今天还遇到个企业家 说他很多好朋友聚会 他说十个九个离婚 而且朋友都笑他 你怎么还没离婚呢 这个社会风气 你看 非一朝一夕之故 我们想想 才过了多少年 三十年前 很少听到离婚的 现在越来越多了 有把握 自己或自己的孩子 能把下一代交好 父子不冲突 兄弟不冲突 请举手 这些问题是家庭层面 到社会层面 有把握 自己孩子学生 不会犯法的 不会吸白粉的 不会自杀的 现在啊 你看诈骗很多 一了解 哇 还有大学生 硕士生 假如里面有我们的学生 我们有没有责任啊 知智通俭开篇 史玛光先生就强调 财德论啊 财胜德 位之小人 得胜财 位之君子啊 我们现在家庭社会 学校里面 重视德还是重视财 这一句话不能忽略喔 不然 重视财能 只重视学历 不重视德行啊 那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学校社会啊 教出来都是比较自私的小人 那当然 小人多了 家庭社会 当然不安定啊 而 诈骗 这么普遍啊 因在哪里 古人有智慧啊 都能分 稀出 根本因素 这样他办政治啊 才能 针对 问题的根源去化解啊 管仲 是很伟大的政治家 他就分析过了 国耻 则用废 一个国家 社会风气奢侈啊 每个人 花钱 很凶啊 我们现在看到 大学生还没有出来工作 很会花钱啊 信用卡 好几张啊 这个也很讽刺喔 还没出来花钱 谈什么信用啊 而且还没出来工作 就很会花钱 你说他能有信用吗 他没有 解简的观念 没有亮露为初了 用废则明平 人都负债 所以我们 东方的文明啊 要保护好啊 现在 整个世界 受工业革命之后啊 受工业革命之后啊 享乐主义啊 享乐主义啊 功利主义影响啊 所以喜欢享乐啊 都会贷款 来享受啊 都是负债严重啊 东方强调什么 你要除蓄啊 你赚十块钱 花 花六块 七块 还要存三块钱啊 你有除蓄了 才能应对 突如其来的变化 你在新冠一产生 好多人好多家庭啊 接不开锅来了 所以这个时代出现的种种问题啊 其实都凸显了我们 老祖宗智慧的重要性 你看在这个新冠过程 中医 也做出了 很大的贡献 所以国耻则用费 用费则民贫 民贫则奸至身 他花钱习惯了 又没钱怎么办 想东想西 我们闽南话说 想康想香 跟新加坡讲 讲讲 闽南话 解解相丑啊 不然嘴巴都讲不练 讲 讲 不顺 讲不练 讲不练 民贫则奸至身 奸至身 奸至身 则奸巧作啊 你看 社会奢华 延伸出 这些诈骗的事情啊 人心都淳朴啊 重视精神 不是重视这些欲望啊 就 不会这样啊 当然这个领导者也很重要啊 你父母不食 孩子就不奢侈 你领导者 生活 廉洁 简约 这百姓就 受很好的影响啊 所以 论语里面 济康子换道 济康子 辱国的大夫啊 他管理这个国家 孔子告诉他 果子之不欲 所以赏之 不切 你啊 不要那么喜欢这些 这些珍宝啊 这些 奢侈的东西啊 你看 未敬 敬草那时候 从上 喜欢这些 这些 这些玛瑙啊 这些 经营财宝啊 然后从上面就开始在那里 豆腐 互相在那比 谁有钱 社会就 糜烂了 奢迷了 叫做上位的人 做出榜样 这个底下的人 上行下效 风行朝野 能改善 好 那我们 刚刚问了 这几个问题啊 看起来 看起来 这个社会 从个人 身心 家庭 社会层面 看起来 问题不少啊 好像很复杂 其实啊 其实啊 从根本去看 不复杂 根本是人心的问题啊 人心 受了错误的风气 错误的思想 观念 影响啊 变成啊 重视利 功利主义嘛 重视欲 享乐主义啦 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身体出状况啊 跟欲有没有关 哇 为了赚钱啊 哇 很急着要赶快赚很多钱啊 身体法夫受之父母忽略了 身体搞坏掉了 包含心理的问题 你这个攀比啊 让心非常不安 这个利欲很强啊 这个患得患失之心啊 很强 而且一个人 我们了解到啊 忧郁症的 患者啊 统计起来 有很大的比例啊 都是因为 成长的家庭环境 造成他们内心啊 一些负面的情绪 一只鸡 没有排解掉 那没有排解掉啊 他可能看什么事啊 都会比较消极悲观负面 那随着他所遇到的人事物 他都往负面去看 那当然唧唧唧唧唧到某个程度啊 哇 这个 到临界点了 他可能就会产生这些症状啊 好 而 为什么 他 他 会受到 这些负面 也有可能是 父母成年人 为了利欲 伤到小孩了 或者呢 没有陪伴小孩了 甚至 让孩子产生 父母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们都 都在工作 也没有跟他沟通 他看到这些情况 哎 是不是我哪里不好 父母都 都不关心我 但自我否定啊 对一个人的内心也太大了 我前不久 遇到一个都五十多岁的人 看那个卵春啊 那卵春 这个主角小花 被父母遗弃了 甚至那老爷也很有爱心啊 把他带回来照顾了 结果他看了 哭得死去活来 为什么呢 想起小时候啊 他父母把他呢 给了一个亲戚啊 给了一天带回来 他说那一天啊 给他的阴影啊 到现在你看还那么强烈啊 一天而已啊 他说从那一天以后啊 他就很恐惧 父母会不会又把他送出去啊 所以他对父母都会 惨媚巴结啊 他心里有恐惧啊 再延伸开来 他对别人也会这样 他时时处在不安的心啊 我父母给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那这个人的心很安定啊 陈德也 分享过啊 自己啊 人生最大的幸运啊 当个父母的小孩啊 还有当个我们四千空老教授的学生呢 自己大的福报啊 因为在父母满满的爱成长 内心没有匮乏 人一有匮乏 就想去控制些什么 占有些什么 好像这样比较有安全感 他对情感都有一种控制欲在 其实这样啊 他走上婚姻他也会很辛苦啊 自己不缺乏了 不缺爱了 很愿意付出 也不求回报 一想就回报了 人家没回报又生烦恼了 人生的苦啊 求不得是根本啊 我们知足感恩啊 人生解知足 烦恼一时除啊 身心我们看家庭 父子为什么冲突 兄弟为什么冲突 跟利欲有关啊 夫妻也是啊 为钱冲突 或者是啊 因为欲望啊 违背了 夫妇之间的 这种情意 承诺 来伤害对方 这就是利欲造成 包含刚刚 提到 你看这个诈骗啊 犯罪啊 都是人心被利欲给占住了 好 这个心上的问题 不解决啊 你看这个自杀率也很难降下来 不能从小教孩子 竞争自私啊 欲望啊 所以孔子在论语说的 君子欲亦 小人欲亦 从小 教他 恩义情义 哪怕 跟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没有住在一起 哎 常常回去看望 哎 好 过两天 哎 就打个视频 关心老人 这个父母的 以身作者的孝道啊 就可以沉传下去啊 这个小人欲亦 所以我们到底家庭 学校 要培养君子还是小人啊 孟子也提醒 保持暖衣 你看这一句话 对我们现在 物质不匮乏的时代 这个真的是 震荣发聩的教导啊 保持暖衣 义居 义居就是 有所好险啊 根源是什么 没有立志啊 没有责任感 没有对家庭 社会的责任感 你不能只教他 知识啊 教他 考试啊 教育啊 掌善救 救师啊 这个是理济学济里面 这些很精辟的教导 教也者 掌善和 救其师则也 这是教育里面最核心的 教育不能只看到分数而已啊 甚至于是 一个考试 我们只看到那个分数啊 那也很难教育了 考那么低 哇 父母火气来了 老师火气来了 你打他 他的心受什么影响 接受到 情绪了 或者好吧 那你打好吧 我考啊 他会很喜欢学习吗 所以我记得 大学联考完啊 很多学生从三楼四楼 把书扔下来 考上大学了 我可以不用读这些教科书了 他大学才要刚读啊 其实他的人生 更是要更积极学习的 做人做事的时候了 可是他已经讨厌学习了 可能我们 这种方式造成他心理影响 会影响他一辈子 我们 没考虑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啊 只考虑到眼前 分数给我考好 给我考上大学 却看不到深处的心 已经厌学了 他以后做事业他能不学啊 他以后组织家庭 他夫妻相处能不学 教育孩子能不学吗 所以啊 我们看似的深度啊 广度啊 包含 要能看的 长远才行啊 你光是一个分数本身 你是要抓住这个机会 让孩子知道 反思 检讨 我这一次成绩为什么差 做的时候出心啊 出心以后做事业会出问题的啊 你什么时候教他细心啊 你小时候不教他 你等他要上班了教他 有点晚啊 懂得经一次长一次 反省 检讨 哇 这个态度 可以在 考试的时候 教啊 包含考试成绩 不要嫉妒别人 观察别人 人家为什么考得好 哇 上课的时候专心啊 不会的时候请教老师啊 心有仪谁杂技啊 还是在一次成绩当中 学习到这么多做人做事 的态度 所以 我们当父母老师啊 掌握 机会教育啊 当其可之为死啊 及时教育 所以这一篇礼记 学记啊 重要啊 那 孩子要从小引导他立志 他就 觉得我所有的学习啊 都朝着我的目标在满进了 像陈德也算了 立志太晚了 考完试 继续 唱卡拉OK啊 年少岁月 浪费了太多了 金钱时间啊 所以现在看到 小孩从小学啊 哎呀 发誓内心的祝福啊 发誓内心的欢喜啊 下一代啊 总要比我们这一代更强啊 社会国家 才有希望 那我们看到 孟子 分析了 宝石暖衣 易居而无教 没有教育哦 我们想哎 现在 教育普及啊 99%点多少啦 怎么会没有教呢 那这个教 这个是 是 会一致啊 左边 两个叉 下面一个小孩 上行下小孩 右边一只手 拿着一只树枝 耳提命命 很有耐性 所以教是以身作者 很有耐性 欲呢 羊子使作善也啊 你要教他 善恶啊 教他助人为恶 行为乐 行善罪恶啊 不能只是教他知识而已 我们没有教他了 物质很丰沛了 则静于禽兽啊 故圣人有忧之啊 担忧百姓变成这样 夫以武教 以这个 五轮大道 这个我们 这个陈美雄 博士 他们都是 学儒家的教诲啊 都学得很深入 这些专家学者啊 我们要多请他们 把老祖宗这五千年文化 能够宣讲 这样的事啊 都是功德无量的事 在他这些讲习当中 你看都有提到 五达德 就是五人大道 五达道 三达德 智仁勇 要让孩子有智慧 有德行 仁德 要改过的勇气啊 要改过的勇气啊 这些 对他一生呢 都非常重要 这个我们待会儿啊 再进一步来 谈 这个五轮 至善圆满的教育 有哪些内容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我们 要教他道义啊 教他伦理道德 英国教育 才对了 好 而人心的问题啊 要靠教育 科技 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啊 大家冷静看看 现在好像医药发达 可是人有没有变得更健康啊 我们不能迷失在高科技里面 我们得客观来看看 林哲徐先生说到了 林哲徐先生说到了 不惜元气 福药无益啊 人生活 都 没有按照 皇帝内经做了 食饮有节 饮食要有节度啊 你现在暴饮暴死了 之后再来吃药 这个身体不可能会好了 起居有长 现在熬夜的人 太多了 这最伤元气的 你再吃人生 也不一定很好了 这些 很重要的 异理啊 人忽略了 都要依靠科技啊 这很难啊 包含 你看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本来想说 发展科技 哇 你看人更方便 你看现在视讯啊 就可以见面沟通了 可是我发现 现在还是色孔 以前我们小时候 还没听过色孔啊 那些科技 高速发展 反而出现色孔啊 我听说现在一家人 明明在隔壁房间 也不当面沟通了 发短信 人现在依赖科技啊 习惯跟科技打交道 不习惯跟人打交道 唉 所以啊 我们现在就不说别的 就光是科技啊 发明了这个手机啊 现在已经是全世界 每一个人的挑战啊 每一个家庭的挑战啊 1840年鸦片战争啊 林哲徐先生 怕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 亡国灭种啊 吸鸦片的人那么多啊 所以淨鸦片 虎门硝烟啊 这民族英雄啊 你看那时代那吸鸦片 人就废掉了 诶 可是 有心的人啊 把我们现在 看手机的姿势拍下来 跟当初 吸鸦片的动作几乎一模一样 哇 你看以前吸鸦片啊 一天吸多久啊 我看时间不是很多啊 现在手机啊 看到半夜 两下点啊 我面对一些十几岁的孩子 身体不好 睡不着觉 他看看看 肝开窍于木啊 每天看手机太多了 肝受损了 肝火很旺啊 心 这个 不好入睡了 那个魂呢 常在肝呢 你现在肝伤成那个样子了 啊 该睡觉的时候都还 还很兴奋啊 还一直看手机 更停不下来 还玩游戏 所以 这个手机问题啊 科技问题啊 我们要共同面对啦 有没有定力 使用手机啊 不被他牵着鼻子走啊 做不了主了 就毁掉了 自善圆满的教育啊 这个自善两个字啊 是大学开篇说的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止于自善 所以自善 是明明德清明啊 都做到圆满 你看自善圆满的教育 叫自善 我们换的再白话一点 明明德叫什么 自爱 清明爱人 自爱爱人 都做到圆满了 这止于自善 知止而后有定啊 人的定力从哪里来呢 他有正确的 人生价值观 我这个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爱自己 我不能被手机控制的啊 我不能荒废时光啊 你看古人 范仲淹先生 小时候 刚好遇到算命先生 你看我能不能做宰相啊 这算命先生 哇 你这小孩 口气这么大 那他看 对方这样 你看我能不能做 医生呢 这算命先生也觉得很奇怪 哇 怎么一下 调整这么大 这是因为宰相跟医生可以救人啊 这算命先生被他感动了 你这一颗心是真正的宰相之心 那 从小立志 又有恒心铁定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他最后真的做到宰相位了 而孩子的 他的人生价值观 受父母的影响 受老师影响 这小孩的 我爸爸说 我妈妈说 他很小的时候 父母是他最尊重的人 他最尊重的人 到学校去了 我们老师说 父母老师对他生命的影响 最大 父母都是 很有志向 都会为他人 为社会国家着想 这孩子也会有大志 包含父母的习惯 好习惯 手机呢 处理事情的时候 用一下 平常 不动 那孩子潜移默化 他也是这个习惯 好 那我们人生呢 有一位长者 讲了一番话 很值得 我们思考 他说到 他说到 人 先把最后一刻看清楚 再来经营人生不一样 人的最后一刻 我们说 伤长两短 吐三口很长的气 吸两口很短的气 第三口吸不起来 一口气不来 走了 叫三长两短 那一刻 双手双脚一摊 我看清楚了 什么都带不走 可不能一生 忙忙碌碌几十年 都忙那些带不走的东西 那是给自己找麻烦 很多人年老的时候 哇 看到这些 物质的东西 牵挂 都变成他的累赘了 所以 看清楚最后一个 什么是带得走的 什么是留得下来的 身体都带不走 身外之物 更不可能带得走 带得走的 孔子有说 精气为物 由魂为变 所以这个身体是个物质 精气为物 可是呢 就好像机器 你总有一天用坏了 用坏了怎么办 换了 可是问题是你的灵性越高 你换的身体越好 你灵性堕落了 那可能就堕恶到去 各个宗教都有提到 来世的状况 那我们尊重各个宗教信仰 但是也不可能那么巧 都会谈到 来世的问题 这个也是英雄所见的 大略相同 什么是带得走的 你这一生所做的 一切善行 带得走 当然造的恶 也会带我们去不好的地方 做的善带我们去好地方 上天堂 上极乐世界 这些好地方 什么留得下来 三字经讲 人以子经满营 我交子为一经 有见地的人 不留钱财与子孙 古人提醒我们 这个钱字怎么写 左边一个经 右边两支割 两支刀子 不能 留了钱财 让子孙争夺 台湾有个体业家 他努力了一辈子 留了很多遗产 子孙争夺 真的三年 还在继续打官司 结果 他三年都没有办法下账 所以 人生要有智慧 什么带得住 什么留得下来 人生至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照汉轻人 对得起 首先是对得起自己 我回首自己的人生路 无怨无悔 对得起自己 人首先是对不起自己 才会对不起别人 对不住自己的良心 才会去伤害到别人 我们自爱了 就对得起自己了 才能去爱人 所以我们 是用我们的明明德 去爱人 去签名 我们自己都被手机控制了 我们怎么去爱人 我们自己脾气都控制不住 我们怎么去爱人 这个是对得起自己 再来 对得起家庭 对得起祖先 把好的家道承传下去 再来 我们要对得起社会 国家 民族 我们是中华俄语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我们也要对这个地球 敬一份力 我们 好好栽培下一代 为社会国家 乃至世界 做出贡献来 还有基因德 给子孙 这个都是留得下来的 好 好 好 我们提到 至善 这个是 自爱爱人 的人生价值 要这么焦躁孩子 圆满 圆满 自爱爱人圆满 包含我们常说 五福灵门 这个圆满 富贵 富贵 康宁 富贵怎么藏宝富贵 健康 你现在不学 《皇帝内经》这些理念 不学老祖宗亚生 在现在这个时代 你说你要健康 我不相信 你没有那些正确的理念 别看现在外在的污染那么多 你光吃东西 你要吃这个 无公害的 没有这些添加剂的 不然你每天吃一点吃一点 鸡的三年五年 那毒素都很多 包含每个人都有体质 教育要因材施教 养生也要因材施教 我们可不能好心办坏事 这个东西很好 贱人就叫人家吃 他的体质未必跟我一样 吃红薯餐 每个人都吃红薯餐 有些人胖 有些人瘦 而且他缺的 营养素不一样 包含他营养的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不能一好心 自己觉得什么好都给对方 我们曾经也看过那个书 大量吃水果 有些人体质寒 吃了那么多寒性的水果 你只考虑到维生素 匡物质 你没考虑到属性 所以 这个都要透过经典 你才知道 怎么经营五福灵门的人生 所以子孙虽语 经书不可不读 还有长寿 长寿 无微不失 忍者寿 你待人都很谦和 柔软 长寿 常常对人发脾气 这个要长寿不容易 修因才能得果 中瓜得瓜 中斗则斗 一切的福报 也就是修对了因 才会得那个福 优好得 叫好善好得 乐于行善 修得 最后一个是考终命 就是善终 俗话说好死好超生 所以其实人生最后一刻是最重要的 人生 上了年纪的人都感觉 这人生真的是过眼云烟 太快了 最后一刻 掌握住了 而人最后一刻 好啊 一定是平常锻炼出来 三字经 有异方 斗烟山 有异方 交五子明聚 心都在行善 都在道中 临终的时候一点都不乱 无疾而终 喜好早八十多岁了 跟亲戚朋友说我要走了 讲完 坐一闭眼就走了 现在很多 重视修身的人 他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走啊 这个是值得努力的 好 那我们呢 进一步来谈至善圆满的教育 我们用 这个 功利主义 享乐主义 我们不要 但是我们希望啊 各个种族宗教 互相学习 比方说 西方管理 重视五个W 两个H 这个也是很可贵 其实我们古人思考问题也是这样的 这都是英雄所见的 略同 首先第一个要思考 坏 为什么要 教育 教育 当然我们刚刚都分析了 为什么要至善圆满 你要至善就是你有正确的价值观啊 不然你人生方向都错了 最后造了很多业 就堕落了 三字经开头告诉我们 人之初入 信本善 信相敬 习相远 苟不叫 信乃迁 你没有教育它 它可能慢慢 染上很多恶习 那它就变成了 被欲望控制了 那我们 当父母老师的看了 都 情何以堪呢 很痛心 而且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养不叫 父之过 教不言 师之舵 好 需要教育 才能成圣贤 才能 过上有意义的人生 那教什么呢 第二个what 教哪些内容 人理 道德 英国 圣贤 教育 包含宗教教育 学习伦理道德 学习伦理道德 人有羞耻心 此欲作弱 我们 冷静 来感受感受 我们中华文化里面 主要教的内容 五文化德 教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 所以 这个环保问题 静代出现 你看古代都懂得 尊重天地 感恩天地 丰收了 感恩水神 和神 都是感恩星 不会去破坏 这些自然的东西 人与自然 还有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你看古代之道 有其他空间维持的 神灵 神灵 所以以前古人要砍一个树 可能有其他空间 神灵 住在里面 要先告诉他 几天之后再来砍 互相尊重 我们刚刚分析了很多 从个人家庭社会问题 我们现在想一想 假如教了巴德 每个人心里都有 每个人心里都有 这样的心境 比方说 孝道 他知道 得有伤 宜亲修 身有伤 宜亲忧 刚刚那些问题能不能解决 刚刚那些问题能不能解决 他的心里面有孝心 再来 兄道友 弟道工 兄弟目孝在中 提 兄弟还会上法院 再来 忠 忠于国家 他会去伤害 这个社会 去诈骗吗 忠于 这个 你公司的领导人 就不会 这个跳槽啊 然后把公司的公款卷走啊 忠 信 重视诚信 现在有诚信危机啊 家人之间 君臣朋友之间 要诚信啊 自古皆有始 人无信不利啊 信 诚信 人的第二生命啊 第一是这个肉体的命啊 第二 你没有信用了 这个 曾经有一个故事 是 有一个人到欧洲留学啊 结果呢 有一些是 自动化的 交通工具呢 他没有 付款 后来被查到 他毕业之后啊 找了好几家公司啊 都被拒绝 他自己也 很生气 你们种族歧视啊 结果有一家 这个公司的 印针 人友告诉他 你不是种族歧视啊 你曾经做 公共交通工具啊 没有付钱啊 你现在在全欧洲找工作啊 你都找不到了 这信重要 礼 礼 懂得恭敬别人 礼敬别人 就不会啊 发生这些 一言不合 打起来了 甚至出人命的事了 这个社区啊 这些地方 也不会有那么多冲突啊 礼意 你看 恩义 情义 道义 就不会出那么多 家庭问题了 连 连结 就不贪污了 慈 人有羞耻心了 就不会做那些 伤风败德的事情 人 爱 和平 你看 人与人 还有这个社会 和谐 和谐 懂得互相 爱护尊重 所以这个教育重要 心里都有伦理道德 因果教育 这些问题 就化解掉了 所以现在教 教 倫理道德 因果教育 圣贤教育 科布隆环 科布隆环 这个科布隆环是真的啊 我昨天才听到某一个地区 一天 两个小学生自杀 小学生 他内心里面 都有一些负面情绪 假如说这个还是首先 学校有教校报 他在那一念转不过来的时候 能提得起 孝心呢 可能他就不会寻短了 重要啊 包含 我前几天听到那企业家 他没有学 人理道德 他也不懂得夫妻相处 结果这一位 企业家 他说到 因为前面还有几位企业家 说到说夫妻之间 打架 结果他说 他们的都比我轻 我还没学以前 夫妻相处很大 夫妻相处很大 后来学了 他太太告诉他 说 很多个夜晚 看着他熟悉了 看着他熟悉了 都想着要 把他处理掉 我当时一听我心脏都有点 有点震动 我说现在这样的家庭还有多少 所以想起老教授说 教学为先 课不容缓 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 你看这个学了之后 现在夫妻都和和了 还可以给员工做榜样 所以伦理道德 让人此于作恶 因果教育 让人不敢作恶 他有敬畏心 我们讲孝道 有一个小孩 听了这个故事 因为古代有 不孝母亲 招的抱是 天打雷批 他听了之后 发抖 老师过去观心 你怎么了 他说老师 这个古代这个故事是真的 因为我 曾经 有一个朋友 他很不孝 我是亲眼看到他在雨中被劈死 我也不孝 所以我现在很害怕 他也害怕自己说果报 所以因果教育 让人不敢作恶 圣贤教育 让人 悉胜悉贤 效法孔子 效法孟子 能学 革智沉振 修其自平的 大人之学 圣贤之道 这个是教的内容 这个是教的内容 再来呢 混 这个教的时机 事长老人家有讲 家庭教育是根本 家庭教育是最开始的 再来呢 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的延续 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 家庭教育的发展 宗教教育 家庭教育的圆满 要看这个时机点 首先是家庭教育 所以我们 当父母的可不能 想着 孩子 教到哪个学校 哪个老师 就万事OK了 这个是没有看到根本问题的 这个老教授 金光老教授 这个分析的很清楚 包含这个学校 孟母三千 当母亲的人 知道给孩子 好好的学习环境 但是也要冷静 不是很激动 因为孩子 他首先是家庭的 伦理为基础 你不能跑到很远的地方 看不到爸爸 看不到爷爷奶奶 见不上面 这个圆太强穷了 还是要离家静一点 让孩子从小有很好的 这种伦理的熏陶 我自己很幸运 我父亲是长子 从小三代同堂 这种氛围 你尊敬老人 天经地义 再自然不过的 根本就不用讲 每天看到的就是 吃东西 一定老人家先吃的 什么事情都要先考虑老人 我们家吃饭都是我去请爷爷回家的 而这个家庭教育 从哪里呢 从胎教开始 从胎教开始 所以 所以 师长 这个 我说 静空老教授 谈到 重视胎教出圣人 重视三岁以前教育出贤人 三岁以后 交到君子 不错了 哇 哇 人生 是有十节姻缘的 就像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很好学习的时间 措施掉了 就很可惜了 这个三太 这个太疆 太任太使 周朝三代女圣人 培养出 一代一代的 圣人 周朝圣人很多啊 圣君很多啊 离不开母亲的 太教啊 所以 母教为天下 太平之源头啊 有好的母亲啊 就出 后代子孙 孝子贤孙就出来了 而 谈到这个教育啊 太教是 范围度见 你 从一开始 你就把它 得醒的根 扎下去了 它就不容易受邪的影响 我们现在为什么 好像问题难解决 都已经染了 要来解决 当然不容易啦 所以 扁鹊 见魏文侯 这个 《勤述之要》里面有啊 魏文侯说 你们三个兄弟都是医生 谁的医术好啊 这扁鹊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扁鹊说 我的大哥 医术最好 因为他在病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他就可以观察到 他就可以给他调理了 所以 所以他的名声呢 出不了我们家 我的二哥 他在病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洞察到了 他赶紧就能够 把他处理好了 所以他的名声呢 出不了我们 家这个巷子 我的医术最差啊 一般人病形成了 我得 大的动作啊 才能把他治好了 教育也是这样 跟医学是完全一样的 禁于未发之未愈啊 预防法 这礼记学系讲的精辟啊 当其可之未使啊 即使法 一个孩子 小的时候记忆力特别好 你让他记这些 圣贤经典 当然不能用逼的 要让他学的也是相应欢喜 那我不能一听 又产生执着了 硬逼逼出反效果啊 到时候 我就罪过了 就没给 没给 提醒到了啊 不灵解而失之之之未训 循序见经法 相观而善之未谋 互相观谋 那 这个 我观察 十几个 胎教的孩子 我没见他们呢 发脾气 性情都很温和 有的都十几岁了 性情都很好 然后呢 到学校去了 学校同学看漫画书啊 他在八岁十岁 不相 他不愿意看 他不愿意看 因为那些东西的磁场啊 很杂乱啊 而且有邪恶的东西 不相应啊 到我们 到我们 这个学校来了 哇 那些都是圣贤书啊 爱不释手啊 所以这个 凡为外所圣者皆内不足 凡为邪所夺者皆正不足 我们的孩子没有从胎教培养正气啊 没有从小培养正气啊 就很容易受污染 就很容易受污染 从 胎教就要开始了 所以 混什么时候胎教 会儿 什么地方 其实啊 我们父母老师的一言一行 随时随地都在潜移默化 影响 孩子了 所以这个教育 教育是什么 anytime anywhere 都在进行中啊 再来 谁来做 自善圆满的教育啊 首先 父母来做啊 老师来做啊 领导者来做啊 企业领导来做啊 哇 那你这个员工就有福报了 我记得 这个有一个企业在 山西 他的员工没有离婚了 幸福祖数很高啊 这是由他这个老板带头 做得好 员工上行下修 我说这个企业家功德无量 你看他很多员工本来可能离婚了 在他的这个影响下不离婚了 这个基因德很大 当然呢 我们 首先要教育自己啊 教育者 首先自我教育 我们教育好自己才能以身作者 好 那 这个 要做好啊 要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师 把这三个精神呢 在我们这个角色当中用出来 而我们想一想啊 现在当父母的 懂教育嘛 他也是考试一次考上来啊 他不真的懂教育啊 可是我们老是懂教育啊 所以我们 成德是很敬佩 我们 李清华校长 他都七十多岁了啊 他现在比 没退休前还满啦 我看他到处飞 这个都是 国宝籍的 我们也要好好 保护好他们 你看他们 当时候到如江学习 回来之后 办夜学 好多退休校长 在他们的学校 继续办夜学 让家长来参与传统文化的课程 品德教育的课程 这个我们学校可以做啊 其实啊 只要有机会遇到了 我相信没有人会 反对老祖宗的教育 他有时候反对是 他 这个先入为主 误解的 只要有人给他讲清楚啊 没人会反对的 好 这个是父 谁来做 我看现在教育工作人员 重要啦 可以影响家长 好 How to do 如何去做 如何去做 这个 这个 当然啊 这一方政府能重视啊 那最好 还能编入教材 当然 可能每个地区 国家的状况不一样 我们也不要羡慕 我们也不要羡慕 也不要 有什么不满 这个和谐社会 从我心做起 只要 我们做出样板来了 也能影响 政府 比方说我们的企业做得好 我们的社区做得好 当地政府一看 这个很好啊 解决好多问题啊 社会问题啊 那就会带动政府 来做了 所以这个 老教授有说过 20个企业 落实传统文化 可以把传统文化 弘扬起来 承德相信这一点 所以看到这么多企业家 都在带头弘扬传统文化 品德教育啊 这个承德很佩服啊 我记得21年前 深圳有一个招聘啊 一年年薪20万人民币 招一个主管 条件汇背地址 一下子深圳的书局啊 一堆人跑来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本书 叫弟子归啊 你看企业界一重视啊 家长说 哇 我的孩子也要出社会啊 哇 现在企业界这么重视 传统文化 哇 那要学啊 你看现在你去书局里面 看成功人士啊 史本里面超过一半都是企业家 企业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我们得要顺势而为啊 企业界带头啊 弘扬传统文化 我们看 这个 道胜和夫先生 你看这么多企业受他影响啊 向他学 他说 这个跟你们中国老子中学的 他很有说服力啊 成就了两个全球五百大 而且后来日本航空 倒闭了 他还能把他救活起来啊 三家全球五百大 所以你看做出榜样 一个道胜和夫力量有多大 我们 新加坡 还有东南亚好多 成功的 企业界的 都是有传统文化的涵养啊 他才能那么成功啊 能够 请他们再来带头 太好了 我们自善 台湾 这个自善教育基金会 这也是老教授成立的 我们办了 五届 今年是第六届要办群殊之药 那学术研讨啊 企业界的人很欢喜啊 竟来参与了 像 这个 去年 讨论的是真观正要 群殊之药啊 还有真观正要 这个是专门记录啊 真观之志的 也是用了群殊之药的成果啊 好 那包含 你社区里面做出榜样 大都市里面社区重要 大家都住在那 长期寻休 你在那开胎教班 那就很多家庭从胎教开始 以后就可以到这个社区来取 传统文化的真经了 我们认识一位 母亲 她也是带她的孩子 四个孩子带得很好 走出去的 去公园了 人家都很 主动过来 你孩子怎么教的 一看就跟其他的 小朋友不大一样 人家就有信心了 那我们到时候再邀请 这一位母亲 跟大家分享 分享 很多地区啊 现在都有这样的母亲 大家可以 请转法轮 请她们来 分享 我相信她们都干了十几年了 每天就这么做了 我以为道来 那how much 我看现在人都考虑how much 其实天道无清 常与善人 这个都有老祖宗的辟印 陈德这一路做过来 只要我们无私 为了民族 为了大众 都会得到支持 所以这个 钱不用担心 你看我们 这个 主办单位 你看他们也是很多的支持 包含 我们 理校长他们成立 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协会 也是 都很多大众支持 还有东南亚这些单位 都印证了 天道无清 常与善人 好 那这个 进一步 我们谈到 比方说我们培养老师 培训 这个受疫情影响 线上太多了 现在慢慢尽量 见面三分情 而且我们感觉一下 现场 对于讲课的人 他那种心境 那种 磁场 感受特别强 在线上 可能就减弱一些 在线上可能就减弱一些 好 当然呢 我们也是与时俱进 这个 比方培训老师 这个用 这个灵芯片段 的一个方式 可能现在的人 专注力没有那么长 但是呢 这些 灵芯的呢 我们要抓住 先以欲勾迁 安排的课程 是他们需要的 比方说 对他的家庭 很需要的 对他教学上 很需要的 他就很感兴趣了 可是学的这些 比较短的课程 他兴趣起来了 他重视度起来了 他就肯去学 比较 这个体系的课程 不然你一下 哇 四十个小时 五十个小时 给他 可能把他笑跑了 现在人的工作 家庭责任重 先 短的没关系 但是 弃他们的机 针对他们的需要 再来 这个 这个 家长啊 都是比较重视文凭 其实 只要他们 看得更深远 其实高学历 不学做人 高离婚率 高失业率 那 在 在事业上 不扎他的德行 品德 材色名利 过得了吗 甚至于有可能触犯法网 所以 这个 这个父母 能有这个认知 他就会重视 而且 我们这些企业家成功人士 来带头 就会更重视 文化的学习 重视老祖宗的智慧 这样学习华文的风气 就从企业界能带动起来 包含我们重视华文 孩子懂得孝顺 这个学校的成绩也跟着上来 这个亲所好另一句 父母希望他好好读书 他也会顺父母意 所以你有这样的 企业界带动 这样的学校做榜样 这个整个学习华文的风气 也会改变 老教授有说 解决问题 不能靠知识而已 而且知识解决问题 可能还有副作用 你看现在知识那么丰沛 为什么问题很难解决 甚至还延伸出问题来 智慧才能解决问题 没有副作用 我们现在当老师 也要处理好多事 要用智慧 不然处理完 副作用 接着来 但智慧呢 从病来的 所以我们要 要习定 所以我们一举一动 不能着急 不充容力端正 讲话不能着急 凡道志重且输 不然一挤起来就没有定 也要习定 能够用 经典的方法 甚至不同宗教的方法 甚至不同宗教的方法 让自己的心能安定下来 好 然后呢 多听 传统文化的课程 会 智慧靠文法 定要靠习定 你定久了也会 智慧也会涌出来 定会等词啊 我们就能提升自己啊 明明的 又能 对于有缘的 同事 学生 有缘人 都能爱护到 那相信啊 我们的人生 也会觉得 了无遗憾 我们为 这个 自己 家庭 社会 国家 民主 乃至世界 我们也做出我们应有的 贡献 好 那最后 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 合家平安 事业顺利 福慧不断增长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